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叶云康男46岁北京人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本科车辆运用与管理专业 千秋苗矣独留我 百战归来再读书 大家晚上好 我是叶云康 是一名退役的陆军上校 之前在军队院校长期从事部队管理工作 17年自以自主择业的方式退出现役之后 先后从事过猎头顾问 以及公司办公室主任 人力资源部长的这些职务 这一次也希望在这个非礼莫守的舞台上求得一份 比如行政综合 以及办公室主任 HRBP 这类的政综职位 谢谢大家 您是退伍了 准确的来说是以自主择业的方式退役 那么二四载的从军生涯 您觉得您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培养了您哪些方面的卓越的能力呢 第一个 自己的执行能力 因为部队最为讲究的是另行禁止 第二个 自己协调的能力 因为我是从一名战士一步一步的成长为部队的正团职 你要去管理人 你要去协调方方面面的一些人和事 在这个方面来讲 我觉得一个协调能力 一个管理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在自主择业之后 你说你的第一份工作是猎头是吗 是的 这个在你的PPT当中有这方面的描述吗 有的 猎头一个成功的案例 这个是当年给深圳某家地产集团 他们是当时要想找在北美地区的负责人 最后这个人才是在猎聘 我搜索到最后成功说服成功入职的 而且这一笔猎头费大概是给企业赚到大概20多万 你对我们目前今天在的10家企业的哪一个企业家最熟悉 可能对于像猎聘啊 因为之前做猎头的时候经常用 每天一上班第一件事 肯定是要把猎聘登录上的 比如说像这个段东段总 还有仁总 因为这两位可能作为男性而言是我的偶像 我也希望自己将来在人力资源这个方面去深耕 要找一个人代替段东在五八通城 你会猎谁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现实 那既然他是要要断动断整这样的人 他何必会让我费个神 我再去找个怎么样的人呢 我们这是我们这是一个题嘛 涂雷老师的话是是一个就是在企业里面 人才会流动或者转岗 那么当这个人要转岗转到其他岗位 或者是流动的时候 你要找一个接班人 你应该基于什么来判断找什么样的人 肯定是找基本上是要找他的这个对标的 他的竞争对手 这个这个这个量级的 你会找谁 在目前的你所知道的非你莫属的企业家当中 你会找谁 涂雷老师是这样的 因为我这个这个猎头的这个工作呢 我大概是基本上是在两年前了 一两年前了 现在的对于这些个人才的或者怎么着的一些这个情况 我并不是完完全全很掌握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 我感觉你刚才的回答呢 我觉得您的回答其实是随您太谨慎了 你过于滴水不漏了 其实刚才涂雷老师两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你做了猎头有过一段时间从业经历 你自己想做员强而来讲的话 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 就不管你回答怎样 但我觉得起码你敢于去表达 敢于去说你的一些想法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其实都不算太懒 如果您今天只是面试办公室主任 可能我们也就不问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您的第一意向还是人力资源 又做过猎头 那么我们去问这样的问题就在所难免了 好 请您理解 那好 在您身上我看到的是 就是部队这段军力生涯 给您塑造了您的人格魅力 我认为这个是会跟随一个人一辈子的 这也是你最保护的一笔财富 所以我认为这是你最大的优点 在第一轮选择之前 我问一下易云康 你今天的求职意向的第一选择 依然是人力资源是吗 是这样的 我第一选择应该是行政综合办公室主任 您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是15k 我是说底薪不低于多少 就是底薪 第一轮选择去活流 请各位企业家做出判断 还剩下两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易大哥带来了什么才艺 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吧 从军行 唐阳炯 烽火造西津 心中字不平 牙张瓷凤雀 铁迹绕龙城 血案雕齐化 风多杂鼓声 另为百夫掌 胜作艺书生 谢谢 从过军的人 离开部队 他身上永远都是有那个烙印在 对 你看他就看他的肤色 都是那种古铜色 说话永远是铿锵有力 有节奏 什么时候都是沉着冷静 这就是一个军人最大的优点 接下来我们进入职场勤商课堂 疫情之后 猎头行业有哪些新的机会出现 共享员工企业用人模式 会不会给猎头行业带来新的转机呢 我认为这个新的机会可能会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像现在的这种 这种物流啊 这种人工智能啊 AI等等 这个方面可能会进一步的这种发展 共享员工的这个企业用人模式 肯定会给这个猎头行业带来一些新的转机 这个必然的 我觉得您回答这个问题回答的特别的浅 太浮于表面了 不像一个干过人 人力资源干过猎头的人 回答问题的效果 我不知道东百和段东怎么看 在这个社会的用功层面来看 我们看这次疫情很多人不能出门 被隔离 那么我们的物流 我们的快递 我们的司机 需要大量的人去弥补 而这些人可能不是 本职工作不是司机 对不对 他只是私家车主 可能他就是平时的 这个单位的货运的货车 是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潮汐的现象 所以潮汐当你需求来的时候 这个旺季的时候 他就会招之急来 但是淡季的时候 这人就会回到别的岗位上 所以你要分析 哪些行业会固定的工种 他没有潮汐现象 这就是展现出来 我们在这个用功上面 应该可以调动的东西 想问段总 怎么去做自己的职业规划 希望段总给到一个具体的建议 比如说现在类似于我 像我这样 您可能也亲自面过了 就说这个我个人的职业规划 应该怎么去做 往哪个行业去发展 一大哥 我建议您把这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改成 说段总 你看咱俩聊这么长时间了 您也算亲自面过我了 那如果我想是您的企业 有没有岗位 如果您觉得有岗位 我还不够 我差在哪 我能不能补上 这样就会更直接 是不是也更符合您的需求 对对对 造成这个提醒的太对了 感谢 确实实应该这么问 其实就是想这么问 来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请企业家们做出判断 那么既然如此 段总就要给出 这个一大哥到底缺在哪 你给出一个这样的答案 你看我觉得你的岗位 非常适合办公室的岗位 就是办公室工作协调 行政的岗位 但是呢 从我们企业来看 行政岗位目前是没有空缺的 那我想问一下段总 方不方便以后在这个方便 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们现在来谈 我可以帮你 好的 谢谢 就是今天一大哥整体过来 我觉得都展现了一个 军人应该有的风采 整体我觉得 我就想表达一个 对军人的质疑 因为我自己是毕业于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 03年的时候 我在部队医院 非典我在一线 08年地震汶川我在一线 这次疫情 我第一时间看见我们 军人的医疗部队冲到前线 我当时眼泪马上就出来了 当时那个心情就是 我觉得在军人的体系里面 国家需要我们 我们就冲上去 军县是植入到骨子里的 一种内在的东西 他两年前自主则业 选择人力资源也好 其他岗位也好 我觉得他做了挺充足的 挺充足的这个准备 他之前没有类似的从业经验 今天面试整个环节 面试得挺好的 所以我就是想给一大哥点个赞 我也想给所有的军人点个赞 谢谢 感谢一大哥能够来到 非尼莫属 在这次疫情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有人都深刻的感受到 军人 义务人员 对于我们生命的保驾护航 如果没有你们的话 我们不可能如此安然的坐着 好 谢谢你们 谢谢一大哥 下次准备好了之后 还欢迎您来到非尼莫属 谢谢你 再见 我觉得都指得很到位 也有利于自己以后 在这个自己的职场的 生产过程当中 却不但地提升自己 谢谢你